今天天氣比較冷 看到這麼多朋友 我心情有點緊張 因為剛才的介紹 都知道我是學工程的 我是生物醫學工程 自稱專家都有資格 做了三十年生物醫學工程 來到香港城市大學之後 我提倡通識教育 自己開始通識教育 推幼了十五年 這十五年 我做了一些事情 走了很多路 走了很多路 今天就獻醜了 講一些事情 其實我也是一般的清楚的 我記得很多年前聽到他的故事 就是梅蘭芳的故事 他在北京的時候 好像有一段時間 每一晚都會表演一下 他的身段 歌唱的能力等等 唱詞等等 特地表演的 有一晚是淚雪 所以就很少人 不是沒有人 是很少人 他就說 因為這個緣故 我未能幫今天 使出我全身的身段 來表演 今天一看 那麼多人 我就不用使出全身的身段了 只能夠隨便按照我自己本來的 花了三天寫的PowerPoint 跟大家介紹一下 佛教和佛教藝術的 北傳與東傳 意思就是佛教到中國來 第一是先由南向北傳 接著由西向東傳到現在 再向南傳到我們香港來的 所以佛教和中國文化中間的關係 究竟是怎樣 有什麼密切的關係 或者是怎樣來的 我少少看看 我知道在座的專家相當多 所以我說得不清楚 人也不是那麼多 他隨時舉手指證 之後根據何學長說 我就優生了 之後還有一段特務的時間 我希望可以充分利用 這段時間大家交流 好嗎? 第一張圖就不用說了 這是一個明顯 是一個從西方來的雕述 第二個就是我1962年 從台灣大學畢業之後 就開始遊走於不同的地方 這張地圖就不包括白美洲 我住過三分年 白美洲 不包括西歐 我去過很多很多次 但是白美洲 西歐之外 東歐和整個亞洲 都在裡面 我就去過這些地方 所以如果說我不清楚 思潮之路 也是假的 但是如果說我真正有研究 也是假的 我沒有真正的工夫 系統性的研究思潮之路 但是感想和經驗是有點 但是今天說的 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在思潮之路上發生的 就是佛教 從印度到今天的巴基斯坦 再到中國今天的新疆 從新疆到甘肅 甘肅去到陝西之類之類 一開始我要說一下 好像你們應該是不會想到佛教的時候 馬上就想到的事情 但是這個和佛教是有關係的 但是這個和佛教是有關係的 就是 距今六千年前 在黑海的北方草原上 人類第一次巡化了馬匹 馬匹被人巡化的目的 人巡化馬匹的目的 是要吃他的肉 因為當時人最主要的就是 找食物 他們沒有文明 也沒有書寫的方法 也沒有宗教 也沒有真正國家的概念 就是一群人 找一些生果 找一些草 找一些魚 找一些魚 和蝦 終於看到一些大動物 牛、豬、馬匹 能夠把牠捉去 要牠想辦法吃牠的肉 但是人畢竟比較聰明 覺得豬吃了肉 就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牛也有點奇怪 因為牛可以負重 馬的頭頸很長 眼左邊一隻 右邊一隻 又可以看路 看得很清楚 和馬的背是可以負重的 因此人巡化了馬匹之後 就開始騎馬 又發明了馬車 又可以亂去推脫馬車 所以在這個時候開始 人們就開始可以利用馬做工具 周圍走 周圍去 這張地圖 就是在說這個 我就沒有那個 不需要指的 我沒有那個 Laser pointer 我可以用猫 用猫 好了 這些大家看就可以了 五千年前 草原上面的人 就騎著馬車周圍走 還有他如果養羊的話 他站在馬上一看 就看到很多隻羊 如果站在地上 就看三五十隻羊 就很多了 所以慢慢的人就富有了 就可以有很多羊 然後草就不夠吃 有時候需要冬天去這裏 夏天去那裏 又秋天去第二島 於是出現了柔木的文明 柔木的文明 不是因為他們 像張頌鋼那樣 用錢來買飛機票 出去玩 他們是出於生物的需要 因為羊羊多了之後 羊羊多了之後 羊羊多了之後 他們需要不同的草原 草地 那麼好 在亞洲大陸北方 差不多五十度 四十五度 至五十度 北緯 這區 整個亞洲 從中國東北 一直到烏克蘭 都是草原 所以它可以移動 慢慢地 四千五百年到三千年 中間這段時間 一千五百年的時間 中間 就有 不少的 暴落 當時也不太清楚 叫做暴落 總之一群人 開始 向東 又向西 走動 向西 從烏克蘭來說 不非 到了歐洲 最遠去到 Ireland Iseland Norway 那些地方 向東 可以一直走到 今天 里海的附近 再走 從里海 要過里海 來到今天的 伊朗高院 伊朗高院 住了不夠一千年 他們自稱 是阿里安人 Arians 我是不是說得太早了 這群人 根據語言學家 所了解 六千年前 五千年前 住在 黑海北方 就是今天 烏克蘭的地方 的人 是說一種 語言 那個語言 已經不存在 搞不清楚 是怎麼說的 但是從語言學家 研究的結果 就覺得 這群人說的語言 叫做 Proto-Indo-European Language 就是原始的人奧語言 他們 逐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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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他們的本來的 Vocabulary 和本來的 Grammar 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遇到其他人之後 他們就通歡 慢慢有 時間的原因 又有改變 慢慢地 就 同樣 仍然 叫做Indo-European Language 但是已經有所不同了 三千五百年前 四千年前 那些人 到了伊朗之後 他們就叫做 A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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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今天 伊朗的國家 Iran 就是Arians 同一個字 不同的發音 明明慢慢地 由於時間的原因 所以 Iranians 和Arians are identical 那些Arians Arians 又開始 Arians 的意思 是高貴者 他自己覺得很厲害 我是高貴的人 所以叫做高貴者 所以 Nazi 二次大戰的Nazi 就說全世界最優等的民族 就是Arians 他們要滅住其他弱小的種族 包括猶太人等等 大家知道 這是另外一件事 我已經講到現代史了 三千五百年前的時候 住在伊朗高原東部的人 又逐漫 又逐漫逐漫 然後再到朝陽 朝陽 朝陽就到今天 阿富汗 阿富汗 那裡 有一個山 叫做 Hindu Kush 那道山 就分開了 印度 subcontinent 和其餘的亞洲 那裡有一個山 叫做 Kyber Pass Kyber Pass那裡可以進來 3,500年前開始 有一批一批的亞利安人 亞利安人過了Kyber Pass 進入了今天的印度河流域 印度河流域 遇到一地本來已經有相當高的文明人口 好,我稍後再說 現在亞利安人過了Kyber Pass之後 他們慢慢地又往東 過了印度河流域 又去行河流域 又去了印度特侃山脈之南 所以慢慢地 我們今天看到 全世界80億人口中間 35億港的語言 屬於一個語系 叫做印度European 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 印、歐、語系 中文、緬甸文和西藏文 屬於中藏面或中藏面 加上14億港幣的人口 應該是第二大 第一大絕對是印、歐、語系 從歐洲最西伯和我的最西伯 歐洲最西伯和俄羅斯 再到歐克蘭 再到俄羅斯 再到伊朗 再到阿富汗 再到塔吉斯坦 阿富汗 一直到印度 再到巴格拉德士 一直到印度 再到巴格拉德士 巴格拉德士 巴格拉 這些人所說的語言 都全部是印歐語系 第二節 第一節有點困難 說得夠不夠 能不能夠 想知道我想這樣 聽得明白我想說什麼 真的假的 不要給我面子就額頭 OK 第二節 就是 阿里安人 自從在伊朗高院定居之後 伊朗高院就可以半龍半木 就是你可以住在一個地方 耕田就行 周圍走 沒有羊 沒有馬 沒有牛 也行 他們慢慢形成了 跟Mesopotamia差不多的文明 大家都知道 兩核流圍的地方 Mesopotamia 或者紐羅河 Nile River 那個地區 是最早人類有文明的地方 有書寫方法的地方 其次就是半島的印度河流域 其次就是黃河流域 就是中國文化的始源 都差不多四千年左右 四五千年之間 那其他人 他們就慢慢 除了生活之外 就有 歷史就不用說了 除非一會兒可以討論 形成了 除了生活之外 他對於宇宙是怎樣的情況 人生應該怎樣 要做什麼 什麼叫善 什麼叫我 都有一定的看法 他們慢慢有一個人 說他一出生就要笑 有些先知 叫做Zoroaster Zoroaster 定了一個規定 有人說他有個什麼兄弟 就是雙物仔的兄弟 一個代表善 一個代表我 善和我要斷爭 但是善永遠是大於我 強於我 所以這個世界是善為主 這就說 他們社會的基本概念就是這樣的 他們又有其他東西就不說了 但是 他後來口傳的信仰、信條 就變成被人寫成的一本書 叫做Avesta 就是這本書 中文一本是Avesta 他們社會對於人類的善惡 我搞清楚了 但是社會怎樣分工 或者社會怎樣分呢 他們就把人分成三類 三類是按照工作的性質來講的 就是Division of Labor 分工 第一層 我們做老師應該很開心的 第一最高的總聖 我是不是說印度 我是說伊朗未去印度支持的阿里安人 祭師 祭師 不是祭師 祭師 祭師 或者是書寫的人 懂得書寫的人 就像我們做老師一樣 另外一種叫做戰士 就是打仗的人 打仗的人往往就做了道路的首長 或者是國家的領袖 國家的國王 第二層 第三層 就是其他 小商人 工人 最主要當時是農民 這第三種是 阿里安人 在阿里安人 中間 接著叫他 交稅總盛 就是 第三種的人 有交稅給前兩種人 前兩種人 用錢之下 生活之外 就執行他們的任務 打仗的時候 有他們 治理社會 也有他們 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情況 聽起來 總盛制度 好像天生一樣 但是從當時的 社會分工的角度來看 就未必是完全不合理的 其他社會都有類似的 現象 但是未必行之於斯 叫做Avesta 從阿富汗 再向東 行到印度和流域的人 遇到本來的一種文化 這種文化就是印度和流域的古典文化 印度和古的古典文化 這是二十世紀才真正被人了解 但也不是了解得很徹底 所以不如說 究竟這些人 他們是長的什麼樣子 他們留下什麼文字 不是很清楚 這些人 估計應該是黑人 黑石的人 就是說 今天印度南部的人 就是那些人的後代 被阿里安人趕到沒有地方去了 就是去到印度南部 周圍都是海海 於是就在那裡了 他們已經有同氣 也說到書上 同的 同的 同掌也有 城市是這樣的 有地下室 有餘室 就是廁所 都有的 五千年前 這個人發現到 是很清楚 稍後我會說到 怎麼發現 那這家人 因為打仗 又有馬 又有馬車 勝過這些 居住在城鎮 城鎮裡面的人 所以他們終於營了 營了之後 他們慢慢地 擴張到行河流 現在擴張到印度其他地方 甚至擴張到今天 巴格拉德士 巴格拉德士 就是孟格拉 到了印度之後 那些阿里安人 帶著他們本來 已經從口傳的信條 加上他們的種植制度 到了印度半島之後 他們又遭遇到 別人的原來 原來的人 原來的信仰 兩種就慢慢地有些結合 譬如說 大家都知道 印度 很多地方都證明到 古老的印度人 或者甚至全世界 古老的人口 都有一個 生自器 崇拜的文化 阿里安人文化中 是沒有這一條的 但是慢慢地就用下巴格拉德士 因此 你走到印度 很多地方都有生自器 很高很高 好像 男性生自器那些 建築文 不是建築文 是一個塔 然後 他又將 人的分工 再細化了一些 不止細化了一些 到了今天之後 細化了很多都不得了了 總體來說 大致來說 他們本來是有口傳的經文 叫做 Vedas 叫做 Vedas 主要他們信仰 根據Vedas 都沒有寫成書 當時沒有 Sanskrit 沒有梵文 人還沒有發明 他主要是宇宙 開始探討宇宙是怎麼回事 在中國的文化中間 都有 但是不要這麼清楚 講清楚 我認為 第一 有一個主神 叫做 Brahman Brahman是創造 整個宇宙的 Brahman自己又變成 做另外一代 又 有 有 有 另外一 脱身 就是另外一代 第二 主神 叫做 Vishnu Vishnu 是主 維持的 一個是creation 一個是preservation 所以 互相是 有 interaction 都有 制衡的 第三 中文叫做 Sappo 因為 他在印度也有喪性 有時覺得他是男的 有時覺得他是女的 叫做 Siva Siva是主要 for destruction 破壞的 所以當宇宙 時間過程中間 就不斷有creation preservation destruction recreation redestruction and so forth 宇宙就是循環不移 這個 信仰就是 普魯文教 或者今天叫做Hinduism Hinduism 不是印度人自己起的 是歐洲人到了印度之後 因為所有人都是Hindu 都是Indian 所以就給了一個名字 他們自己 仍然 我信 Vishnu 我信 Baman 我信 Bingo 我信 Ganesh 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印度神 我這裏沒有難度 是一個人頭 一個人身 像頭 還有一個很長的 像臂 Ganesh 就是 Vishnu的兒子 這個故事 稍後再說了 他們將 總聖制度 又發展到 更加清楚 第一 祭司者 叫做 Polomans Brahman 跟以前的意思差不多 跟以前的意思差不多 是嗎 第二個就是 Shatriyas 廣東話是否叫做質地利 實地利 我的廣東話是一般的 聽得懂嗎? 整個我說普通話才舉手 不夠一半 其餘的人是給我面子還是真的聽得懂? 我繼續廣東話 因為不夠一半 三分一都不夠 第三種就是Vacious Vacious就是農民 做手工業者等等 你一看後面的圖 最後Sutras就是小陀螺 中文翻譯得好 最尾的中文用作 因為Sutras 翻譯作為小陀螺 小陀螺好像應該是頭 但是那個是尾的 在地位低下 都主要是做下層的流動者 從考古學家分析 以前的文件 以後來不是有了文件 有了翻譯 主要都是被征服的黑皮膚的人 屬於這個 做流動者 還有一種人 根本就不夠資格參加總聖 下面就是Untouchables 中文叫做賤文 很卑賤 做很髒的東西 比如說處理屍體 殺動物 搞皮毛 搞皮革等等 現在一直到今天 你可能都不知道 在印度很多人 做皮革的人 都是華人 中國華僑到了那裡 發覺做皮鞋有什麼不好 但是做皮鞋之前 你要把皮革做動物 牛的身上 對他們來說 是很神聖的 所以做皮鞋都是牛皮做的 通常沒有人馬皮器 因為馬皮不屬於屬於鞋 因此 這種是髒的東西 他們認為髒的東西 這種人是Untouchables 但是自從1947年 印度獨立之後 又覺得這種 雖然我們自己有傳統文化 這種傳統文化 不可以完全保持 因此他們在公務員系統中間 有百分之幾 一定有以前的Untouchables 來做 好的大學中間 有百分之幾 保留的名額 給這些學生 所以他們又改了 將Delet 或者Untouchables 改成Scheduled Test Cast 表列的 不是真正的 但是我表列 都當你是一種種性了 在這種情況下 前面幾個也沒有受到影響 又不是很不開心 下面最Untouchables 又真正受到因為 所以現在人道的總性制度 還在那裡 這五個是最主要的 每一個中間 又分得很小 加上一齊有幾百幾千種 你彼此結婚的時候 甚至 有一個男孩子和女孩子 認識的時候 或者吃飯的時候 可以左一圍 都有限制 這就是總性制度 好了 現在要講到差不多真正了 在整個 印度次第路上 那個情況之下 有一個第二種性的人 他是一個大王 之後 他就對於當時的社會的分工 或者社會的總性制度 甚至大家都先向我的看法 有不同的看法 他就提出 反暴力 不殺生 絕透錢 蓋食肉 於是 過了一種 挺簡單的 挺不殺生的 甚至到極端的情況之下 他走路之前 又拿一個掃把 手啊手啊 經踩死一個螞蟻 經踩死一個蟲 所以 那個叫做Jainism Jainism明顯是對當時的 波羅蒙教 一種反抗 或者一種對抗 因為波羅蒙教 所主張的事情 他都反對 他又不殺生 又不殺生 我跟我太太去過 印度幾個主要的 最主要的 一個明瞄 Jainism 現在在印度的人口中間 至少有5% 仍然屬於Jainism 已經不夠5% 是佛教徒 在印度國內 信佛教的人 不超過5% 雖然佛教是完全8% 在印度出來的 好了 現在最主要的 是佛祖 他是印度近 尼巴爾附近 一個小國家的王子 他這個國家不是很大 但是他自己的規模 很不同於當時的社會制度 所以就不是一個意外 兩個對於當時的社會制度 有反抗的人 是出於武士階層 因為他既不是第一種 他又有一定的能力和權力 來表現他自己的意志 將自己的意志表達出來 和有人跟從 如果他根本就是最低層的人 沒有人可以娶他 甚至是不觸動的人 你都不跟你說話 你怎樣宣傳 但是你如果是技師 你是既得利益者 你不需要改革 改革對你有什麼好處 所以在印度的歷史中間 這是莊順江的定理 未見其他人說 兩個真正反當時的現有的制度 都是屬於第二層的人 還有屬於有權力的 家庭又有背景 有士兵 有政權 可以超歲的人 這種人 Jainism 和佛陀ism 都是一樣的 佛陀ism出來的時候 不是很多人跟從的 但是到了後來 印度開始生產又夠了 社會的來往又多了 又出現了文字了 於是有泛文字 就是Sanskrit 是差不多跟陳齒王 同樣的年代 印度開始有個大國 叫做Maurian dynasty 而是孔雀 就是孔雀 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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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孔雀 孔雀 就是孔雀 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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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孔雀 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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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她什麼 有性 是 甚麼性 我是 Possessive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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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當時統治了整個行河流圍 甚至他把力量向西發展到今天阿富汗附近 包括所有今天的巴基斯坦 他覺得用佛教來 他自己真正相信 因為他殺過很多人 他建立他的王朝中間殺死過很多人 並且作惡多端 是從以前的方法 但是他自己說 我改信佛教 宣傳佛教 每到一個地方 就立了一個柱 就是阿弱王之柱 都是說佛教怎樣怎樣 那個就一直傳播到今天的阿富汗 二千三百年前 佛祖 我都不用說了 因為在這裡坐的不用我說了 在菩提樹下做了四十九天的冥想 冥想之後 離家出走 老婆、兒子也不要了 到處走 他又建立了很多很多故事 所以就做本身故事等等 這個我就不說了 佛教在一般 金人能力 就是在座的人 差不多都知道 佛教這些 佛祖的行為了 跟阿弱王差不多同時 跟秦始皇也差不多同時 幾乎都差不多二千三百年前左右 就是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的時候 阿里山大和東征 阿里山大和東征的原因 就是當時從他們的目光中來說 就是東、西和分裂 東就是土耳其之東 或者是波斯波斯海峽之東 西就是希烈之西 當時羅馬還沒有出來 這個時候羅馬還沒有真正有能力 已經存在 但是也沒有力量 有三次 有三次 伊朗 波斯 或是伊朗 波斯的名字是現在說的 當時的伊朗 和希臘 有衝突 三次 各有勝負 因為一個是 蟬域陸戰 一個是 蟬域海戰 當然是希臘人 蟬域海戰 但是你過海也打不到他 所以兩個各有勝負 打到之後 反而是益了 抱歉 益了他北方的半野蠻 半開發的馬歇頓 馬歇頓的王 勝機希臘打得自己 又打伊朗 最後幾個聯盟又互相衝突 所以 馬歇頓尼亞就來了 馬歇頓尼亞的皇帝 但是一個皇帝 好像叫做Philip 就統一了整個希臘半島 他的兒子 叫Alexander 拜了一個老師 大家知不知道他的老師是甚麼 阿里斯多圖 據稱是這樣 他十六歲才開始跟阿里斯多圖 他二十歲 爸爸過世 他就繼聖了爸爸的王位 所以所有希臘都歸他管 他就是二十歲的年紀 又發明了 他學了很多哲學 學到那些宗教 學到那些分析社會 做起來 五十四年齡 就等於現在差不多大學生的第二年 第二年的Junior 或者第三年 他又發明了一種打仗 如何可以排隊 用排隊 Fit Length 就是 五十人排五十人 二千五百人 各自拿著槍 如何去衝對方 用這一招 當時他二十二歲開始 我二十三歲未夠 帶著他們去裂兵 首先攻打伊朗 或者波斯帝國 第一個皇朝 阿奇麥尼特皇朝 所有的地方 當時波斯的領土 最西是埃及 埃及都居於波斯館 最東到今天的塔吉克斯坦 就等於阿富汗 都再來 他就說 我要征服所有這些 他帶著一種西方的 是good 東方是evil的概念 他帶著兵 那時候一直就所向無敵 所向無敵 一直打到今天的宗鴨 這就是他的路線 打了十年左右 到了印度河 他的決定就是要不要過印度河 因為他是陸軍的 還有印度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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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站在大仗 他的五十八 五十個方法 在陸上一直都是勝利的 因為他的組織都比較好 很想照顧 所以他一衝就散了 但是印度有仗 高你幾頭 仗上面打你 你衝大仗 你衝不到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他的士兵 因為他十年下來 希臘人都少了 他又招募了很多被他征服的波斯人 所以當我們說Alexander東征的時候 是他做主 他是主帥 原帥 是特區 但是士兵有希臘人 也有一路 伊拉克人 什麼 伊朗人都有的 這些人說 我憑什麼要跟你再打 我被你招了 我被你招了來做兵 打了這麼多年 我都沒得到什麼好處 所以就不想打了 不可以說八戰 但是情緒在這裏 Alexander Alexander就娶了當地 當地一個 今天Tajik人的公主 就轉頭走了 公主十六歲 帶著她十六歲的女孩 轉頭就回到西部 回到伊朗首都的時候 她已經經過十年了 她就覺得 其實東方和西方 彼此都不是爭得那麼遠 彼此需要學習的地方都很多 她就變成了一個 一旦一改 以前是我用good來征服你們的evil 現在覺得good也不是那麼 good evil也不是evil 大家要融合之後 才可以有真正好的社會 她又娶到一個波斯的公主 穿著波斯的袍 她本來因為這些波斯是要打的 她說自己有另一萬個系列士兵 各自想辦法取得一個波斯女郎 波斯女郎很漂亮的 有沒有去過波斯伊朗的 你舉手去過伊朗的有多少 我也有很多人 所以我在這裡真的不夠資格跟你們說 我講的東西差不多你們都知細了 差不多有十個都去過伊朗 伊朗不是星馬油 不是星馬太太是伊朗 星馬太太如果在香港 現在去過星馬太太的選舉手 沒有人沒有去過 差不多沒有人 就算沒有舉手 都是費事和我舉手 都去過了 我相信 有沒有沒有去過澳門的 好了 是笑話來的 於是 她就 以這個三分 有一萬個系列士兵結婚 很大的賞年 但是她下面有個部長 不同意這個做法 說你怎麼自己 搞了十年之後 費了十年的功夫 怎麼違反了你自己的信念 就跟她爭吐 歷史書就寫得不太清楚 好像當場兩個就絕鬥 她就受了傷 然後結婚第二晚 她就死了 她死了之後 她的領土就被四個部長分了 至少有三個是很清楚的 就是托勒米 托勒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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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英文好一點 因為她英文是托勒米 托勒米 就是統治 埃及 托勒米 托勒米最後一代 差不多三百年之後 最後一代 就是 克里奧佩特拉 有名的 克里奧佩特拉 克里奧佩特拉 東部的那些 那些 叫做 中文叫做 Selucid Selucid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說 你知道中文怎麼說嗎 Selu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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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chai 大陸就是 Selucid 在這裡的東方 有西南部的佩特拉 他在裡面的地方 他回來的時候 他把所有他征服的城市 最好的城市都命名他 那就是埃及的Alexandria Alexandria就是他命名的 然後今天仍然叫Alexandria 他一直用他的名字 有差不多八十個城市都叫Alexandria 中國翻譯叫南瑟城 南瑟城叫Alexandria Alexandria叫南瑟城 南瑟城有七八十個 其中人口最多 就是他最後臨時要轉身 未走之前的地方 當時叫Bactria 叫大廈 中文書已經知道他叫大廈 不是我們夏朝的廈 但是叫大廈Bactria Bactria的人 主要是希臘人 建立了一個以希臘人為主的政權 叫Gracobactria 從那個時候開始 一直到三百年之後 波斯和羅馬 不是和希臘人 和羅馬 又有一些衝突的時候 希臘的影響 開始消失 那段時間 在英文的歷史上叫做Hellenistic period 中文叫做希臘法文時代 希臘法時代 希臘法時代的時候 他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思想 按照蘇格拉底、阿里斯多多、阿里斯多特等等 這些人的影響來判斷很多事物 包括科學、天文、航海都在內 這些人的影響 這個人應該是被西方人 從伊朗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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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這個人應該是在英國 所以應該是 這句開始講到佛教了 在今天阿富汗南部 在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的地方 就是Bakshirah 張遷 南部 在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的地方 雖然沒有人可能能夠證明 但是根據張遷自己說的 他在過了阿姆河之後 看到四川的事情 張遷就說 很奇怪 漢武帝派我來和西域 之前好像沒有中國人來過 我走了這麼大圈 又走過了阿姆河 就是到了阿富汗 看到有四川的部 有四川的族 手像是那些族 他回來就報告了 他說一定有另外一條路 不然為什麼 沒有人走過那條路 居然中國四川 我們是西岸、西岸、南北、南邊 一點點就是四川 所以張遷是漢中地區 漢中地區現在坐車 兩個小時已經達到 所以 所以 這些系列人 就在阿富汗那裡 信了佛教 信佛教之餘 佛教當時已經成立了差不多幾百年了 已經說三四百年了 東部的佛教人 和東南亞的佛教 和阿富汗的佛教 已經發生了對信條 對於宗拜的意識 對於宗拜的對象 對於宗拜的對象 都有不同了 所以 希列人 始終覺得 我們以前希列有神 阿波路、Mars 有很多神 現在 在香港來說 最貴的 一間 公司 兩頭馬 Hermes Hermes 就是 每一個神 都有一個具體的樣子 阿波路也有一個樣子 如何 佛祖說來說 一些故事 最多當時有人不敢接觸他 就將他採過的土地 滑出一塊尼 可能沒有鞋子 他會出腳 所以 當作宗拜 其餘就沒有什麼了 那些希列人 就不覺得那是宗拜 所以希列人就開始 將希列的 雕像的藝術 和希列的人 用人的形狀 來代表神的方法 一個規念 一直主義到佛教身上 所以就為佛祖 做出第一批佛像 之後 因為有很多故事 他們用這個方法 做故事中間其他人 又用這個方法 來說 因為波斯人 我沒有時間說到 波斯人 今天去過英國 你們去過伊朗 就知道了 伊朗 2300年前 波斯巴里斯的雕像 還有佛法雕等等 都相當好的 所以他們就把那個 搬到阿富汗 來了 那個地區 發展最好的一區 就正正是今天 加布爾 跟阿富汗的伊斯拉摩巴之間 那區 特別是有一個城市 叫做Peshawar Peshawar 我最近去過 Peshawar的地方 那個地方 當時叫做Gandara Gandara 就是 建陀羅 所以廣東話 是很難 建陀羅 都很簡單 建陀羅 那個就變成建陀羅藝術 但是沒多久 的希臘人 遇到從北方來的 愚痴人 叫大愚痴人 英文叫做愚痴 大愚痴人 有些學者 證明 我都相信 雖然不是百分之八的證明 大愚痴人 就是當時有 黑海那些 葡萄縣池人歐語言 走得最遠的一派 去了今天的 山歌 和河西棗廊 大愚痴人 後來兇奴來之後 大愚痴人 又被迫要向西行 向西行之後 沒多久 他們又發展到南部 佔領了阿富汗 他們建立了一個大國 在當時和羅馬大國 波斯大國 漢王 漢漢大國 差不多同時 就是耶穌時代 那個大國叫做 Kushan Kushan period Kushan dynamic 中文叫做 跪傷 跪傷 跪傷就是Kushan 王朝 Kushan王朝來了之後 就更加發揚佛教 而且也接受了一系列的佛像 甚至有其他的壁畫 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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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是坐在這裏 北方的 哦 我可以 你的錄影 是否不准我行來行去 是否 好了 我不行了 從阿富汗來講 他們 貴傷帝國 最北方的領土是什麼呢 就是等於今天的 Gashgar Hassan 等於今天的父車 就是 當時叫做 草詞 草詞 就是那裏 所以他就利用他們的行政力量 將佛教 傳到今天新疆 全中國的佛教 都是從這條路過來的 所以我的題目叫做 北傳和東傳 不是有些和尚 一直一直向東 經過西藏高原 所以上海人就算佛教 不是這樣的 就去了 可以嗎 OK 去了 新疆 在新疆建立了一些基礎之後 再向東一些 就是淤田 就是今天的河田 今天也叫做 河田 今天應該叫做河田 就是以前 於鐵門裏面的真字 與田 好了 到了那裏之後 佛教的力量 就開始真正進入了 中原世界所接觸到的地方 沒多久 就去到敦煌了 當然還要經過土魯飯 還有阿米 阿米 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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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到敦煌了 所以你看看 Kusham Empire 我剛才說的 就是Kusham Empire 裡面 就有這些佛像在裡面 在山中 其實現在印度也有好幾個 很多 但是現在信仰的人也不多 當時留下來的一些古籍都有很多 好了 這就是一些例子 我最近這些全部都是今天 在巴基斯坦裡面 我最近去巴西華 看到很多寶物 以前去過一次特斯 都有很多很好的東西 今天不夠時間 你看看 這三個 就是法國收藏的 法國巴黎有一個 叫做Gimei Gimei Museum 就是專門專門 在Asian culture 都是佛像 都是由建陀羅出來的 但是到了不同的地方之後 面容就少少有改變 少少有改變 一直到Indonesia 這個是越南的 這個Indonesia 這個是不知哪裡 總之 它的概念是一樣的 但是小的地方 包括鼻子 眼睛 有少少有改變 沒有見什麼 你才拿出來的 還有 第三大國的 Hailey的人 除了為神造像之外 他都做了一些普通人的樣子 左邊就是Hailey 你現在在Athens 白目館裡面 那個Pleated 我都不知道中文怎麼說 Pleated Skirts 中文穿的嗎 我不是女性的 那個裙子 那個裙子 那裙子有什麼裙子 啊 帶子裙 OK Pleated 總之是一層一層有Pleated Pleated 那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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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巴基斯坦 都不知道是什麼神 都不知道佛教什麼神 但是在生活中間 已經融入了生活中間的 描述某一個 那裙子 那裙子 就是這樣 左邊 一鼓 就知道是今天系列 是Apollo 右邊 是佛教 這裙子 這裙子 有一點 頭髮最像 頭髮 頭髮 curled hair 就是很清楚的了 從入了三疆之後 一路走到很多地方 我主要是用這裙子 做我的背景 遮住很多 但是主要是他 我剛才說了半天 Gandara地區就在建陀羅 就在這裏了 那進入漢代的西圍 你看這個地圖 有其他地圖 那裏 就是Pashawar Pasha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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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sila Islandbo 這三個地方 就是Pakistan 都不開 從Pashawar 開車到Taksila 一個半小時左右 到Islandbo 兩個小時 多一點 兩個小時 鬆一點 所以都不太遠 就是這個 佛教藝術最原始 最早收 還有今天收藏最多的地方 就是這裏 新疆都有的 我和太太 這個已經是我的 版權 是我的了 2002年 我們去了河田地區的 一個洛福縣 洛福縣人民政府 於1985年公佈 這個地方是文化古籍保護地 在沙漠中間 沙漠就是移動的 一會兒有沙蓋著 又一會兒又沒有沙 我們那次坐雷車 坐了三個半小時 從河田是一個城市 坐了三個半小時才去到 不是每次去都一樣的 你有一個很有經驗的人 才可以找到 和回來的時候 希望不要吹不見了 再回來 第五節了 就是 早期來華的西偉生人 和西偉求法的中國生人 早期來的有這麼多人 名詞就好多人說了 普通話也不懂 廣東話也不懂 英文也不懂 就是 家舍摩騰和蘭法 竹法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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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世糕我是說 這字錯了 應該是二言之邊 應該是二言之邊 我打字的時候 我的眼睛現在看細緻看不清楚 但是出來的就沒辦法 只有摩羅斯 Kumarajiva 這幾個人早期來華 我一個一個說 公元67年的時候 印度兩個高僧 用白馬 鎖了一些佛經 佛像 到內洋 當時的皇帝 就說 既然有新的東西 其實他已經很早知道 西漢的時候已經知道有 有了 但是就未入到中國 知道有這件事 他就見到那個白馬尺 現在今天 這個照片就是最近照的 白馬尺都仍然存在 應該是中國第一個佛寺 另外呢 只得一講的故事 公元147年 147年的時候 安息就是當時叫做 阿克曼尼特 Pathia Pathia Empire Pathia Empire 波斯的Pathia Empire 但公元147年的時候 全世界 或者西亞和歐洲最強的國家 叫做羅馬 羅馬當時 和波斯中間有突突 又有雷王 羅馬 又想影響波斯的內政 聽來很傻 當時 有個太子 中文叫做安西高 好讀一些 英文叫做 Pathia Empire 很難說的 他就被羅馬人說 我們不喜歡你 喜歡你 阿嫂 他的叔叔 做了皇帝 將他安排到 亞美尼亞 去做國王 都算不保障一下 輪到你 但是我不想要你 羅馬當時 又和波斯 又有衝突 又有雷王 又有影響力 他們的邊界線 就是在今天的 斯里亞 就不說了 最近的斯里亞打仗 被 伊斯蘭國 毀滅了一些 在那裡 這個人去了 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的人 又不服從他 問你憑什麼 要做我的國王 我們 羅馬是強的 我們不跟羅馬打 但是我們不想聽你的話 於是安西高 就真是 心情低落 等了幾十年 自己的國家 應該是距離繼承的 沒有了 被人搞得西白 比亞美尼亞的小國 連西的國家都不喜歡他 他就說 拜拜 我去印度 學法 去印度 這個人一定是 智商相當高 有很多印度文 學得很好 又 當時 同時有 東部 我們所謂說的 小城佛教 剛才說了 西部 就是大城佛教 尤其跟中國相通 傳到中國 新疆那一帶 就是大城佛教 大城佛教是自己自稱的 大城佛教 所有人一起渡河 你是小城 你就自己獨善其身 你自己渡河 小城佛教的人 就是 他們自己不會稱自己是坐小船 大城的人說我是坐大船 但是對方就不會說 難道我坐小船 也不是 他們說我是比你早 他們叫上座步 上座步就是我比你早 我比你高 這兩個派別就有這麼多分別 波斯尼的王子 他說我不分離 我自己本來是波斯尼 有自己我們一套 我就什麼都學 所以他又學了梵 又學了法律 又學了大聖佛教等等 接著他野生又來了 學到之後 他說 我去全島 去中國 所以147年就來了中國 來了中國之後 真是變成全世界 第一個將法徑 以作中文的人 因為他來了中國 又認識了中文 所以那個人的指向一定非常之高 算到二十幾年 但是當時南北 中國南北朝的時候亂 他就從北方到南方 差不多廣州附近 根據我所知道的資料 他是皇帝出身的 雖然他是高生 他都需要一個人來照顧 當時的照顧方法 不是請一個小事工 請一個 hourly paid staff 他是買一個奴隸 奴隸 奴隸就跟從他 好像好聽他的話 但某一次有衝突的時候 奴隸就把他殺了 於是他就死於中國 南方應該是廣州附近 廣東附近 安世高 安世高 又有一個人 叫做剛才我所說的 名字 知魯家簽 我要講一下這裏 有沒有姓知的 沒有 你們認不認識姓知的人 香港有幾個 有個以前唱歌劇的等等 你們有沒有朋友親戚是姓知的 一個都沒有 好了 據我所知 今天中國所有姓知的 除了被修養的 就adopt之外 都是瑜伽人的後代 瑜伽人 在中國就起名 一定姓知 安息人 在中國一定姓安 還有一個 這個人就大大有名 和最重要的 第一 是安世高 最重要 就是這個 Kumarajiva 所以六十 和六十 他生於今天 副車 叫做 舊子 唐舊的時候 舊子 不是烏龜的龜 是舊 是舊 烏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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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龜是否讀龜字 這裏要讀 普通話就是 舊子 他這個爸爸是 印度的貴族 屬於印度王朝的貴族 就走去中亞 在中亞又覺得 沒有什麼發展 或者是不開心 來到中國的求持 因為他在他做 有學問 他娶了 舊子的公主 就是舊子王的妹妹 妹妹 結婚之後 生了一個兒子 就到Kumarajiva 是三百四十四年出生的 在小四紀的時候 在小四紀中 他媽媽的公主 是讀信佛教的 所以這個兒子 一生下來 沒有幾歲 就帶他去佛寺 接著要他學到佛經 佛經 到十幾歲的時候 要他們夠錢 派子女去洛河 所以要去中亞洛河 從很有名的老師 學到大成和細成的佛經 他還未到二十歲 已經是整個中亞出名 作為一流的學者 當時中國內地 北方已經佛教得相當普通 但是有一個人 就前程的佛經 肥水之戰 輸了 輸了之後 他回去之後 就說我要宣傳佛經 佛教 我要佛教來治國 南朝怎麼做法 東俊怎麼做法 我不管 我又是北方我做頭 我的報告 他就說 新疆那個 求慈的人 又不拆 派他的將軍 請他來 請他來 請他來的意思就是抓他來 但是 朱瑪瑟是不想去 不想去 他就帶著軍隊 佔了求慈的地方 不如將你做我的土地 然後就統治了由西安一直到那裡的地方 前程 就將庫瑪瑞瓦 長行 遞到強行 遞到梁州 就是今天的武威 就是金屬的武威 那麽瑞瓦 是很聰明的人 所以沒多久 中文又懂得看 又懂得寫 又當然懂得說 但是他去不到長安 因為長安那裡有政變 長話短說 等到政變過了十七年之後 政變之後 他就在梁州等了十七年之後 長安終於可以去了 那個叫姚卿 那個皇帝叫姚卿 到了姚卿時候 就請他做過詩 不是要講經 而且又給他條件 要他翻譯法經 他當然是非常熟悉的法經法文 中文又好 他用的方法是個 team effort 他雖然會寫 寫得都不差 都有一定的判斷力 知道這是好還是不好 但是他畢竟不是真的中國士人 所以他就找一批有學問的中國士人 中文文不好的人 幾個人坐在那裡 他就大致說 應該是什麼意思 用中文說 各自回去寫一段 他就來合併之後 改一下作為定稿 他翻譯的金剛經 和神經都有 他最有名的兩句話 就是 空就是色 色就是空 這八個字 空就是色 色就是空 這八個字 他首筆 畢竟是哪一個人首先提出來 我已經考察不了 但是 他在很多地方 同時翻譯成了很多 二十幾 二百幾多部 所以他對中國的翻譯 最有貢獻 因此他的獎 就是今天的副車 這裏後面就是 Kiz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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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ku 還有一個人 比較少知道的 我也知道很多 就是 漢代 滿年 晉朝 左右 三個之後 就 到河田去霍京 但是 當時河田也是去西圍 所以他去了西圍 他還沒到印度 另外一個發現 就是我最尊重的 因為我退休 67歲退休之後 全世界到處跑 他在62歲的時候 帶著幾個人一起去西圍 走到新疆 左右 過了沙漠 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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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他一起去那些生人 學生過他 一個一個說 我不用了 我病了 我要 我掛念家人等等 都有理由 他一個人去了印度 住了十五年 住了十五年之後 你就知道西圍之路好厲害了 他覺得來的時候 已經這麼多困難了 回去不是更加苦嗎 他就等了一個上船 是Kalcatta上船的 Kalcatta到今天的 Sri Lanka Sri Lanka 等到今天的人來 誰知道風一吹 那船翻了 他被救上岸 那一條船不夠了 他又到了第二島 再上一條船 那條船就來到今天山東的青島 所以在公元五世紀 差不多他已經七十歲左右了 回到中國他七十五歲了 你看他就知道他已經七十五歲了 六十歲走 七十五歲回來 他陸上去海上回來 這不僅是一帶一路 他真正一帶一路 據我所知 沒有看到其他人有這麼窒 這麼claim的 第一個真正行員 一帶一路的人 叫做法遣 他回來寫了一本書 叫做法國記 法國記 主要是歌頌中央佛教 和政治無關 他去過十五年 和政治當時的南北朝 東俊和北方都沒有關係 但是有一點 剛才說的 Kumarajiva 和發遣的船上的時間有overlap 以及有幾年的時間 根本兩個人都在西港 好像彼此不認識 或者是長了一年 因為他去了青島 又回到山西 又回到山西 所以他和Kumarajiva 兩個都是對中國佛教 挺有貢獻的人 但是他們兩個彼此不認識 據我所知他們不認識 另外一個宋文 他是被王太后派到於田去取經 當時六世紀的時候 有個王太后都是自舉可信的 由於中國佛教是間接 有人是大城 有人是小城 每一城中間也有不同的宗 所以搞到差不多宋教的人 都搞不清楚究竟 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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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Quran是一定的 你怎樣解釋才是另外一件事 只有一本Quran 不是有幾十本不同的 但法經不是 法經有很多不同的 最後一件事 就不用多說了 我很快就要結束了 原葬 原葬 原葬在 中國的時候 當時中國和德絕有戰爭 所以唐太宗有定道令 為了怕 某些漢人和德絕合作 或者投降德絕 就說不准出境 原葬到了邊界的時候 當地的守官就招待他 為什麼要招待他呢? 因為大家可能不知道原葬是陳 他一個外公是隋朝的守將 吳太守將也是等於政府的高官 當時他們不用守將這個名字 所以他是一個雙層社會 那些守官的司令 或者是守官的長官 就說 嗯 你是一個和尚 你想要出境 相信你不至於投奔 特決 出賣我們國家利益 當然是說不會 他說 我見不到你 我不會給你簽證 我見不到你 你去哪裡 於是原葬就出去了 一出去就18年 大家知道他在印度的時候 表現非常之好 曲旅程等等 曲旅程等等 曲旅程等等幾個地方 去了納蘭塔 納蘭塔就是差不多佛祖 最早的地方 在那裡有一個 當時印度是屬於 另外等於波羅門教育復興 所以佛教已經差不多是沒有了 但是仍然有人信 還有何尚 那裡辯論 但是有的時候 辯論的時候 他的老師 老了 說不如你帶我去辯論 一年18天 沒有人難倒他 印度人又知道中國有一個道達經 又問說 你能不能將道達經翻譯成為泛民 原則說我試試 我不知道他在記憶中 當時他帶著一個道達經 因為當時已經有印刷書 已經有紙 所以中國騰柱的時候 有具備了一個條件 就是他在背囊中間 有一本道達經 不然他說這個人 努力實在提了不起 他在受印度人的請 將道達經翻譯成為泛民 現在應該不知道有沒有保留 有這件事 老師臨走 如果他留下來做主持 他不肯 他說我還沒看過世界 所以又花了五年時間 在印度周圍走 最後終於由新疆 另外一條路 新疆回到和田 他畢竟是官場出身的人 外公是做到皇帝身邊 他知道他臨出國的時候 犯了唐太宗的令 回來後唐太宗仍然在位 所以他就住在淤田 不回家 寫封信給朝廷 我回來了 我帶著很多經書 可不可以 我跟佛教的同事 一起翻譯一下 寫著《投食問路》 唐太宗一聽 老祖自己忘誤 也做了十八年前 和德鱼有衝突的詞 哇!還有這樣的人 派了很多軍隊來河田 因為當時河田也是屬於唐朝的 來河田 請帶他回去 回去後 唐太宗剛好在內洋 就說 不要留在長安 快點來內洋 我要見你 於是 選擇 又回去內洋 唐太宗就說 你這樣的人才 你阿爺我也認識的 不如你和我作為一個 總之叫做官 選擇是真正的僧人 他說我六歲開始信佛 到現在從來沒有想過 要走政治這條路 我只是希望皇上能夠給我的少許地方 給我翻譯一下 我帶回來很多佛經翻譯一下 於是就在西安分兩次給他兩個地方 一個大岩塔 大岩塔 最早是另外一個地方 給他藏經和翻譯 他又另外 他北京也是一個有政治思想的人 唐太宗就說 李神明就說 你去過這麼多地方 我們的CIA是不知道這些情況的 你寫個報告好不好 所以 他不止答應 他的書名都起得有政治智慧 法遣就是法國記 法國記跟哪個皇帝都無關 正在中央那些法 全上一方面 住在皇帝給他的大岩塔 或者是 本來是白鴻齒 在那裡帶著二百幾多人和他翻譯 選了二百幾多好的生人和他一起翻譯 一方面他寫一本書 叫做《大唐世衛記》 一上來就把大唐放在前面 世衛是object subject是大唐 object就是西衛 皇帝一看的 龍心大穴 再給予更多些人 如果這樣 他就高公重德 沒有什麼字 我今天在這裡說 他不止是高公重德 他去過一百三十八個國家 每個人都記得 每個人都寫得一百 清清楚楚 誰有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怎麼回事的 當時有沒有錄音機 有沒有照片 有沒有手機 他寫了 他這本書就留在那裡了 我現在都可以隨便去哪裏 收網圖書館 千地公司都可以買這本書 十九世紀 二十世紀初 十八世紀末期的時候 英國在印度成立了一個 archaeological survey 叫做Indian Archaeological 因為當時印度已經屬於英國的 British Raj一部分 一 就為了利亞女王 一百五百年的時候 英國就正式說 印度是我的 所以 他就有一個Viceroy 就是第二皇帝 就等於一個貴族來做 所以 英國就成立了一個 archaeological survey 他們就周圍就探古古野 現在兩三個最重要的發現 都是那些考古學家 看到大唐室會記憶 怎麼寫的 他就按照那個線索 來畫 就畫到了 比如說 Kanishka 就是聚雙帝國的皇帝 Kanishka 有一個寶物 有佛的珍藉在裡面 不是佛牙 是另外的器人 唐宣章形容 就是我上了二樓 轉左 看到一個寶俠 這個寶俠 真是瞭不起 但是 英國的考古學家 就設想 如果當時在這個地方 有這樣的情況 現在倒下來 一定是偏向那方面 就挖進去 我真的找到一個 這麼大的盒 這個真的不是做得出來的 還有阿玉王之柱 都被草 土 埋住了很多 所以這本書 由於這個緣故 才在我剛才說的 他在印度的議會裡面 經驗他 因為印度從來不像中國的習慣 印度雖然很早就有文字 但是他還未曾有一個第一統的印度 一直到1947年之前 印度從來不是統一國家 印度是地理概念 人種概念 而不是國家 所以 到了1947年 才開始寫印度史 發覺印度史的最重要資源 不是任何印度語言寫出來的 而是唐宣章 在唐朝的時候 公元六百多年的時候寫的 好 好了 最後一節了 差不多最後一節了 大節 不傳就很廢了 這個就是看到了 赫茲爾 神父 就是我剛才說的地方 三個半小時 再想雷車去 這個天水 麥哲山 很大 好像人家修繩的時候 把麥堆成一個山 那個堆成一個堆 那個麥哲山就是放大了 不知幾千匹 這個好像麥哲山 另外一個是莊耶 莊耶 就是西夏的時代 收的 還有一個禍佛 在那裡 孤原有的大佛 所以中國是大江南北 孤原是金屬 也都是 寧夏 孤原是寧夏 寧夏南部 不用說了 在香港 沒有人不知道 是敦煌的 只有最近 可能最近 五六年 讀中學的學生 可能不知道是敦煌的 有沒有可能 學校長 有可能嗎 真的嗎 我在城市大學做校長的時候 相信沒有人不知道敦煌的 我是十五年前退休的 OK 不要說那個 總而言之 我相信在這裡 如果要求舉手 一定有不少人舉手 說去過敦煌 因為敦煌 我們是敦煌 是敦煌河的 全世界幾個著名的專家之一 就是我們香港一寶 所以香港人 而不知敦煌的人 應該是好笑好笑的 你好像不同意 我看他名頭 好笑 你令頭不是好笑 OK 帝同的宏江石富 坦白說 帝同在先 天水在後 因為帝同是北方的先卑人 在那裡 不衛 不捱 做的 接著 別人見到帝同有 又在天水那裡 在那裡 爭執差不多一百年左右 在那裡 那裡 又是 爭執 爭執 不是爭執 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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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青州 都有特別的 佛像 有點不同 你看人的鼻子 眼睛 都已經差不多看著化了 所以 有很多人說 原藏是佛教中國法 和佛教法的最重要的人物 因為他的翻譯 和自己出生的文化背景 令到現在 余家和佛教和道家 中間的關係 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情況 這就是因為我在台灣長大的 我小時候去過了 張法 有一個大佛 你以為 台灣的佛教 不是在地下 去哪裡 哪裡來的 一定是這樣的情況 那個 大佛 完全是建託羅文法的 後果 但是他的形狀 面容 就是 比較像東亞人 而不是西亞人 又不是中亞人 也不是南亞人 這個人 誰不認識 大余山 我的外孫 外孫女等等 來香港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帶他 至少去一次大余山 只要是 不是看余景灣 而是看這個 OK 最後一些 生死觀 一定是 有輪環 首先是 基督教也好 猶太教也好 以斯蘭教也好 他是 生死後 上天堂 或者落地獄 這一生就沒有了 所以 生死觀是有循環的 所以 要說 下一世 要怎樣怎樣 中國人 就算不信佛教 不說去佛祈禱的人 都有這樣的概念 下一輩子 下一世 要怎樣 這絕對是佛教的影響 但是 中國人中間 至少有90%的人 有這樣的說法 或者有這樣的攬法 善惡觀 就是 你不可以作惡 作惡有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這個概念 就等於是一個道德觀本身 社會風俗 大家都知道 除了要去 帶佛等等 都有 族人和出家人 這種概念 大家都接受 是吧 中國明顯有傳宗接待的 中國本身的中法社會 有傳宗接待 但是如果有某些人 願意去出家 相信社會上面 他們不會反對 不會不准 以後要去尊重 所以社會風俗 文字學 就知道的人比較少 說一下 泛文 是很複雜的語言 翻譯佛經的時候 都泛文 或者要把泛文寫成中文 就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當時翻譯的人 對於恩律 恩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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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有個字 我不有個字 這個字怎麼讀法 就上面有個 就給出一個 Val 下面有個 Counsonant 就正反前 就叫做正反前 這個方法 後來變成音樂學 寫詩等等 都是從那個 發展出來的 看守的時候 音樂學就 恩魂學 就沒有那麼發展 看守的時候 有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是把字 字形 有什麼 會議 形聲 那些 但是就沒有 恩魂學 的說法 建築學 不用說了 塔 這個字本身都是從 泛文翻譯的 一下的恩義 塔 就 Stuba 就 佛祀 那些佛祀 建築 佛祀 建築 佛祀 建築 中國以前都是用黃土 黃土高原 不是那麼多石 但是後來用毛等等都可以做 所以 建築方面 音樂 舞蹈 大家都知道 中國以前 你看 現在看到的 漢磚上面就知道 漢磚 我不懂得跳舞 表現一下 不是梅蘭方 但是 是左手出 左腿出 是這樣 在印度跳舞 就不是 就是 但是 除了這個之後 身體要變成幾條彎 這就是 印度和中國文化 給中國文化的影響 我都不說其他音樂 跳舞最容易表現的 由漢磚和唐柱的跳舞 就很不同了 跟唐柱的跳舞 是受到 求詞的音樂的影響 又受到求詞的 不叫做 胡人 李伯叫做什麼 胡人 就是 蘇達人 蘇達人的影響 這就未必一定是 佛教的影響 但是從那裡到中牙過來的 最後 我遞住了幾個字 我怕我忘記了 希望在這裡 大家的印象就是 中國文化是受到佛教的影響 有很多詞會 都是一陣子 就是佛經裡面 很短很短 短得不得了的時間 Nano second 都不夠 但是 大家的印象 好像說 這都是漢人 為主導的 漢人好幾個皇帝 都是信佛的 武則天教是信佛的 但是我這裡有幾個字 我以前都不知道 這幾個字 都完全是 從很信佛的 是一個皇帝 是北梁王 梁又西梁 西梁就是東王 北梁 前梁後梁 北梁王 是一個匈奴人 他在中國歷史上 他在中國歷史上 都不 他叫做 現在的蒙古人 都受到佛教的影響 所以整個東亞 由中國 又去了 朝鮮半島 又去了日本 又去了越南 都是大乘佛教的 《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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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不良皇帝》 一世用的 以前你查不到 《苦孩》 《苦海》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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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有佛教的概念 《未來》 還有一個 《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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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 人家結婚的少年下 《愛河勇為愛河》 《愛河》 《愛河》都是他 所以 我《三田》中間有《愛河》 跟大家說 今天已經講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 沒禁止